第五百四十六节 贺天商缩在刀光后面 两步就窜了过来 这一回他非常的小心 可是无论他多么小心 遇到韩哲依旧没有半点法子 因为韩哲的长枪横着扫了过来 他不得不用横刀去挡 结果呢 他再一次被韩哲活捉了 因为韩哲的长枪忽然断了 大烹的白灰洒了出来 贺天商的眼睛顿时什么都看不见了 不管他把横刀捂得多么严密 还是被韩哲找准机会 一棒子抽在了后脑勺上 抽出了两下就昏过去了 白艾草就这点不好 进入眼睛之后会把人遮得非常难受 眼泪鼻涕还是不断的往下躺 白艾草又有一个别名叫做一斤泪 意思就是说你不流够一斤眼泪 你别想恢复正常 韩哲很为难 把贺天商扔在了这里 估计用不了一个时辰呢 就会被野狗之类的东西吞噬得干干净净 都说了自己这回出门不杀人 皱皱眉头就找了根绳子 把贺天商捆得结结实实 随手往车厢里一抛 这下子好了 天地终于恢复了原来苍凉的气氛 去玉山这条老路 如今没什么人走 大家都喜欢走那条水泥铺成的道路 又直又平坦 不像这条老路 晴天这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 韩哲不喜欢走大路 他还是很不习惯走在人群里 因为这样会显得自己和那些污浊的凡人一样平凡 走这条土路还是好一些 虽然呢 土多了一些 但毕竟是给自己一个人准备的 丸马脖子上的铃铛总是在响 这是妹子酸上去的 她现在恐怕早就到书院里了吧 自己在人间已经是一个耀眼的火炬 只要出现就会有无数的麻烦 这次呢 本着商量的想法给皇帝去了信 谁知道一切顺利 皇帝准许自己行走在大唐的土地上 看样子以后的事情商量着来 要比一味的蛮干要强啊 皇帝非常的守信 没派人来抓自己 贺天商前来呢 那也不过是出于私人恩怨 估计回去了 皇帝呢还会收拾他 皇帝也喜欢世外的神人有求于自己 说来说去呢 都是放不下面子 有贵客来 败帖帖上就写着这五个字 字体不错 龙飞凤舞的 正在家里安排事的云页 收到了一张这样的败帖 没头没脑的 不知道会是谁 败帖 还是接上一个铜板十张那种最普通的 这到底会是谁呢 云页站在自家的门口 等着这位贵客上门 当然呢 如果贵客不贵的话 他一定会打折这家伙的腿 落日前这家伙一定会来的 因为给了拜帖 那就必须在白天拜访 否则就是失礼了 大唐人把这些礼节看得非常的重要 云页看看从地平线上就要落下的太阳 就准备回家 准备让护卫追查一下这张无聊的败帖 是谁搞的鬼 打折腿之后再去报官 一辆马车似乎从太阳里走了出来 乌黑的车棚 怎么看都不像是豪门显贵之家的马车 因为除了交好的几家人 云页已经好久没有客人登门了 小弟韩哲见过云兄 云页的眼睛瞪得比铜铃还要大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贵客居然是韩哲 皇帝正在满世界找他呢 据说还是生死不论的严令 这个时候出现 这是不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呀 你是怎么做到从太阳里跳出来的 莫非你真的是神啊 我前几天把扫把星认成了自己的祖宗 所以呢 对太阳有一定的了解 你千万不要说你家就在太阳上面啊 明明很想问韩哲为什么能够正大光明的出现 可是话一出口啊 就变成了别的 我给皇帝去了一封信 商量一下出行的事宜 我说这回出来啊 是找你商量学问的 不准备胡来 请他允许我出来走走 不要派人到处追杀我 这本来呢 我就是这么一说 谁知道皇帝居然答应了 还给了我文书 你看看 韩哲好像知道云叶要问什么 从怀里逃出文书给云叶看 摸不着头脑的云叶接过来一看 居然是真的 上面的皇帝玉宝没办法作假 千里迢迢的来我家做客 还要和我讨论学问 这也不带点手信 就这么两手空空的来了 没有一点做客人的觉悟啊 韩哲有些不好意思了 挠挠头 眼睛忽然一亮 就把贺天商啊 从马车里提了出来 放在云叶面前说 这是我头一回去人家府里做客 实在是不知道俗里的礼仪 这家伙是我半路上抓的 伸手还可以 如果你不嫌弃 那就请收下吧 手信 贺天商眼里的泪水 那流的更加多了 这一路上哭了很久 两只眼睛红肿的像桃子一样 由于被韩哲捆住了手脚 只能是四脚朝天的躺在地上 这时候如果给他松开 他第一时间选择的绝对是自杀 他干什么了 你把他打哭了 云叶看到贺天商就更奇怪了 他要杀我 皇帝都准许我到处走走了 他非要杀我 你说讨不讨厌 他要杀你 你就让他杀一下呗 又不是多大的事情 至于把他弄到这种地步啊 你是神人 起死回生 应该是你们的基本技能啊 韩哲摇摇头说 不成啊 我如果让他杀一下 那他一定会一下子杀死我 到时候当守信的就不是他 而是我了 不成 云叶虽然对韩哲的到来充满了疑问 还是把他迎进了家门 韩哲 伊丽给奶奶问了个案 两个人呢 这才准备去书房好好谈谈 贺天商不敢放开 一旦放开 这没准啊 就没命 让刘进宝啊 找醉裂的酒 给这家伙灌下去一坛子 弄醉之后啊 搬到客房 扔在床上 让他好好睡一觉 自杀这种事情 往往就是一时的血气之勇 只要这股劲过去了 不要说自杀了 你杀他 他都不干 更何况贺天商老母在堂 岂有轻易了结自己性命的道理啊 到了书房 云叶泡了一壶茶 两人坐在埃及两边 续到一番离别后的状况 云叶没问魏天爵的事情 韩哲呢 也没有提起 说的都是些琐碎的小事 当三遍茶水喝完 韩哲轻轻嗓子说 我这回回来 最大的目的 就是想看看你云家收藏的两枚白玉精玉牌 这东西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如果云兄答应 我们准备付出一定的代价 小弟不愿意再和云兄杀得你死我活的 韩哲本来就没有几个能看得上眼的人物 云兄是第一位让我起了结交执念的人物 我很珍惜 看着韩哲清澈的眼底 云叶从怀里掏出一个盒子 放在桌子上 诧异的问 你和我打的你死我活的 就是为了这东西 韩哲点点头说 也只有这东西啊 能够引起我的兴致 白玉精乃是上古传承的一支 听说很早以前 高人辈出 在我们的口耳相传里 是最接近神的一个族群 所以你能想象 我们在听说白玉精出世的消息后 有多么震惊 云叶现在的脾气非常的暴力 听了韩哲的话 想起自己为了这个破东西 费了多少精神 好几次差点没命 原来根子处 在这东西上 老天爷呀 原来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冤大头啊 为了三枚不知所谓的玉牌 自己吃了多少苦啊 越想着心里着怒火 就越是旺盛 一只手把锦盒打开 指着里面的玉牌说 这东西我有三枚 不是两枚 你要看呢 就随便看 如果给我补偿 就拿走 但是 在你看这些东西之前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否则休想 韩哲点点头 这是应有之意啊 人家把无价宝都拿出来 和你一起观赏了 纠察其中的奥秘 自己付出点代价 那实在是太应该了 自己没看错云也 他是一个很大方的人 想到这里 拱拱手说 云兄尽管说 本该如此 韩哲无不应允 王八蛋 你他妈的想要玉牌 你得早说呀 至于弄得 我好几回闲死还生的 手下的兄弟死了六百多呀 我的要求就是揍你一顿 不许还手 说完就扑了上去 韩哲自己呢 是一个万中无一的高手 可是听到云也的要求 还是愣了一下 想不到人家提出的条件 是这样子的 刚要问了一声 确定一下 就看见云也从暗解后面 跳了过来 拳头带着风声 砸了过来 心头一动 就把鼻子迎了上去 一入乡的功夫过后 挨揍的 鼻子流血 眼圈红肿 就再也没有其他不良反应 神清气爽的 拿着一枚玉牌 仔细的观摩 好像刚才挨揍的不是他 揍人的躺在地板上 胸膛剧烈的起伏 气喘的就像是一个破风箱 两只手背上到处都是血迹 不是人家的血 是云也自己拳头关节处 破了好几块皮 样子比挨揍的那个 还要凄惨 躺在那里 有气无力的说 为了几个破牌牌 我们从长安打到玉山 从玉山打到越州 这不知道有多少人 为了他们莫名其妙的 家破人房 气离子散 洞庭湖水面上 浮尸连片 官军不算伤者 光算阵亡的就有六百余人 我 我签发阵亡文书 签的签都碎了 你个王八蛋 早说你想看玉牌啊 你早就看到了 至于等到现在吗 我虽然小心眼 但是对于自己看顺眼的人 一向大方 你看我顺眼 我看你也不错呀 只要清心相交 何仇不能成为挚友 弄得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刚才甚至都在想 要不要替死去的刨则复仇呢 韩哲刚才在挨揍的时候 还小心的保护了茶壶 不受波及 对云叶的话 充耳不闻 熟练的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想想不给云叶倒不好 又倒了一杯 放在云叶身边 转过身 就把心神投入到 一字排开的三枚玉牌上 看样子一时半会儿的 没工夫理会人 云叶自己从地板上爬起来 看着韩哲投入的样子 就走出了书房 吩咐丫鬟 给韩哲掌灯 准备食物 每一个看玉牌的人 刚开始啊 都会是这副德行 明明狗屁不懂 非要装出一副 努力研究的样子 李承前如此 李太如此 西帕地亚也是如此 就连金竹先生 玉山先生 袁章先生 这些大竹也是这样 最洒脱的 就是颜知推老先生 炒了一盏茶的时间 就扔到一边 说弄不明白 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风度 能看明白的人 一眼就能看明白 看不明白的人 看一辈子 也是狗看星星 白玉京或许真的存在 可是毕竟只是一个传说呀 留存在世上的 只是只言片语 想要把这些残破的片段 串联起来 那最后挖掘到真相 难 非常的难 早就想找到这些神人 看看这些玉牌 到底有没有用 他们是距离白玉京 最近的人 找他们看 或许才是最正确的 哪怕被他们截图先登 那都比现在 什么都不清楚强 不过大多数人的想法 和云叶是相反的 他们秉承一种 奇怪而又偏激的想法 那就是老子看不懂 得不到的 你也别想得到 喂猪都不给你 却不止时间 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杀手 能让美人持目 英雄白头 自然也能让所有的珍宝 慢慢的化为飞灰 所以能保留一点 就保留一点 韩哲得到了白玉京 又能如何呀 云叶富相信 他们就真的可以 羽化登仙 即使成了神仙 不也证明了 世上确实有神仙的存在吗 反正啊 都是好事 却看了贺天商 这家伙醉的是一塌糊涂 不知道韩哲 把他怎么了 哪怕在睡梦里都游自垂垒 枕头都被泡湿了 刘进宝一脸诡异的对云叶说 哦呀 老贺很有可能 云叶努力的把一些龌龊的想法 从脑子里撵了出去 韩哲本来就奇奇怪怪的 听刘芳说 这家伙从来都不尽女色 一年的时间里 没见他去找过女人 或许这家伙真的好男风 也说不定啊 一会儿进去了 离他远些 为了表明自己的性取向 特意让大肚子的铃铛 端着两碗面条 一叠子咸韭菜 到书房里送饭 韩哲看到铃铛连忙见礼 见他腰身臃肿 就笑着恭喜了铃铛 修得铃铛 眼面退下 韩哲和云叶的口味 非常的相近 他虽然没有吃过云叶几顿饭 但是有样学样 把辣椒和咸韭菜 往面条里一倒 稀里呼噜的就吃了三碗 丫鬟把饭盘子撤下去之后 云叶问 看出名堂没有啊 如果没看明白 就慢慢看 你赶了一天的路 早点歇下去去吧 有一位长辈说过 看不懂的 没必要强求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做的 桌子上有探笔 还有纸张 你拓印下来就是了 慢慢看 你还有十天的时间 这个时间里 还是看不出名堂 那就不要看了 看了也是白看 韩哲把纸张蒙在玉佩上 拿着探笔 在白纸的背面来回的图 编图 边图边说 进你家的时候 看见你家在整理香龙 看样子你要远行 还要脱家带口 是啊 最近长安的风向不对 我打算呢 带着全家出去躲躲 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勾心斗角上 实在是不值 人一辈子就匆匆百年 转眼济世 有那个时间 我不如带着全家 痛痛快快的出去玩三年 三年后回来 如果长安还是乌音瘴气的 我就闭门谢客 谁都不理 谁都不见 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 不往那个粪坑里钻 韩哲如果想知道 他有的是办法知道 没必要隐瞒 和他这样的人打交道 如果不是敌对状态下 那最好呢 不要欺骗 有一说一 才会博得人家的好感 自从知道 憨奴的可怕之后 云烨不愿意得罪这些疯子 现在连皇帝都打算 抱着接触了解的心态 和他们打交道 自己干嘛 要和疯个死磕呀 找到白玉京不就好了 你把家人往白玉京里一放 自己潇潇洒洒的 出来混 喜欢大权在卧的感觉呢 就混观察 喜欢人士的繁华 就在人世间打滚 这样进退有据 才是自保之道 拖家带口的出去游玩 哪里能够尽兴啊 谁告诉你 带着全家就不能游玩的 谁告诉你 一个人游玩 才是最尽兴的 这是什么狗屁想法呀 你我见识的已经够多了 可是家祖母一辈子没离开过长安百里之地 拙进也是如此 都是妇人 关在家里一辈子想想都无趣 这回不是我游玩 是全家游玩 老奶奶喜欢拜佛 那就去明山 拙进喜欢买东西 那就去别的繁华之地 弟子贪吃 那就尝尝各地不同的美食 告诉你韩哲 有时候啊 得到不一定快乐 付出 说不定啊 能让你更加的欢愉 贵族范儿不是学类的 至少云叶自己就有确实的体验 自己和李泰互殴之后啊 都成为了猪头人 谁看谁发笑 云叶自己照镜子 就恨不得找个带子 把脑袋套起来才好 李泰就很无所谓的 顶着一个猪头 招摇过世 就算被西帕地亚嘲笑 他也面不改色 丢下一句 什么时候西帕地亚 能理解这满脸的伤痕 是荣耀 而非耻辱的时候 他就能真正的 当一个大唐人 前提呢 自然是不能穿着 透皮漏肉的衣服到处跑 韩哲 做的就很大气了 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两只眼睛和熊猫差不多 但是坐在饭桌上 依然豪气甘云 小米粥不错 来一碗 油渣包子也不错 香菜切的细法 一定是厨子下了苦功 豆腐乳第一回吃 虽然味道闻起来不好 然而吃了一口啊 才发现是无双妙品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